作为一个领导人 尤其是你要领导变革 我觉得storytelling的能力很重要 你要怎么样把你的想法 信念 能够用很顺畅的语言 感动人心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现在很必要的事情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哈佛人物面对面单元 那本周我们的主题是 到底新时代领导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跟特质呢 那本周当然我也是特别介绍 是我们哈佛商业评论9月号 有一个重量级的专题 就是台湾企业领袖100强 所以我们出炉了最新的100强的名单 从2016年开始 我们仿照哈佛商业评论全球版 英文版的 他们是进行全球百大CEO的评选 我们按照他们的评选的方式 来进行本土版的台湾最强CEO100强 那今年的最新的名单 就在9月号的哈佛商业评论上公布了 那么我们今天 因为在谈到这个领导人应该具备什么特质 当然要从我们这100强的名单中 去挑选一位最强的领导人来做专访 那在100强的名单当中 非常难得的 我记得我们上一次作为就是2020年 零个女性 所以我今天想说我也只能够有机会 邀请一个领导人来分享 我干脆就邀请 今年比较特别 有三个女性 所以我今天应该是被保障民主 才被邀请来的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 维影科技的执行长 他同时也是副董事长 洪丽宁她是进入我们百强 非常难得 三位女性之一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享给大家她的 尤其是有女性特质的领导人 应该要怎么当 那我们现在就请洪丽宁 洪子音长 我们都叫你Emily 所以我待会节目 也会用Emily来称呼她 那我请Emily来跟各位听众 先打个招呼 嗨 哈佛商业评论的podcast的听众 大家好 我是Emily 谢谢Emily Emily你有没有觉得 很surprise啊 竟然你会入选 还是意料中 因为维影才表现太好 我待会来介绍一下 维影的风光伟业 也意料中 也surprise 觉得公司整体的表现 是应该的 surprise是 这次不是林谢明董事长 而选的是我 这个对我来讲是 曾经 曾经觉得 本来就应该是我 这个终于觉得 这次HBR在评选的时候 有把谁是真正担当的 criteria拿出来 再做一次重新的审视 这个令我们很感动 因为Emily其实也是执行长 单纲执行长 那这个维影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我稍微讲一下她的 很简单的历史 那当然Emily会自己来补充 就是她创办了才10年而已 那已经的营业额呢 去年2021年 已经将近2000亿 非常难得 就涨得一下子 好像就涨大了 而且人家50年都做不到 你可能10年就做到 那么营收可以说 7年涨了40倍 如果你有机会 买她的股票的话 哇EPSS吓死了 50块将近50块 49.46元 2021年 那股价呢 当然也是很高 一度也是千元俱乐部 所以我先请Emily来分享一下 维影啊 为什么这么厉害啊 我想啊 第一个是 这10年前啦 产业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也就是当时的云服务者 Cloud Service Provider 也刚新起 云端产业刚新起 那么也感谢很多 今天很知名的 这个头三四名的云服务者 或者是社交平台的服务者 他们也感觉到 他们可以跟台湾的ODM 因为其实他们自己 都觉得他们买了非常多的 为他们的资料中心 买了非常多的伺服器啊 储存器 但是他们总觉得 我们需要的东西 品牌不能够给我们 我们很希望克制 那这个我就要再感谢 其实台湾的产业啊 大家都说啊 什么做代工啊 好像很不值钱 其实我们做这些代工 我们不要讲代工 包括台积电也是被说代工 我们做这些ODM的 技术的名声啊 整个台湾这个岛 其实是有被累积的 而且大家都看到这个能量 所以当他们觉得 他们需要找人 来帮他们 为他们的应用 而克制的时候 那第一个人选 就是到台湾 那也就是 刚好技术的产业 走到这个底 产业里面的 这些player 他也有这样的想法 而台湾又 这么多年累积的能量 在这个时候爆发 所以那个 来找我们的时候 当然 这样的 直接的找我们 帮他们做 其实是 跟我们原本的 品牌客户 是冲突的 所以 在这个过程中呢 头一两年 大概11年前 我们开始接触 然后 引起品牌客户 就是我们原有的 代工的 代工的大客户 就是原本这些的大客户 就注意 所以也给我们 施了很多压力 那 但是我觉得 这是时代 给我们的一个机会 产业给我们的一个机会 然后呢 所以我们就很勇敢的 并没有在这个压力下屈服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机会 勇敢的面对 这个机会 给我们的挑战 然后呢 我们抓住的机会 努力的去执行 那我想我们也一半 就是很幸运吧 这个产业就真的 在云端刚开始的时候 你也是像今天 大家在讲什么 5G啊 低轨道卫星啊 就是很多 很多很不清楚的规格 或者为这个产业 会怎么样的未来 但是呢 我们也经过这个 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抓到那个机会 这个产业正好 它就确实 大家都有目共睹 看到过去十年 云端产业的成长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 其实答案就是 你看到机会 timing很对 勇敢的去抓住这个机会 面对这个机会 给你所有挑战 然后努力的去执行 是 所以Emily本来就是在 原来的这伪创之通 你就负责了云端事业部 所以就负责代工的业务 所以看到这个 像脸书也好 或者是微软也好 Amazon也好 都来找你们做客制化的 所以那个时候 你就自己独立出来 你应该说是公司 派你出来负责 是的 其实我当时 比较多 我已经带了 Enterprise Business Group 企业产品事业群 五年了 那事业产品事业群 其实就是 就是帮 Dell HP 就是帮这些 Cisco 这些大品牌代工 所以其实我是 然后呢 到后面的一两年 因为云端起来了 那公司里面 很多人都在谈云端 所以董事长就认为说 我们应该有一个 整合的单位 那时候还是 也是暧昧不清 我就当了那个整合的单位的 等于是公司里面 跨组织 想做云端事业的人都 我也是 Committee 这样的一个单位 所以其实 一边是我 其实是 跟我原本的客户竞争 看到这个机会 我们抓住这个机会 所以其实当时 我们是受到非常 大的压力 那当时在这个压力下 其实台湾还蛮多公司 被云端 被Cloud Service Provider 接触 那每一个人的反应不一样 那也有人拿回去还的 也有人就不敢做的 所以你们是少数 敢自己做的 对我们还有一位 可敬的对手 广达 他们是很勇敢 就不理了 那 微创的做法 就比较说 两边都想要 所以最后我们采取态度 就把我们分割 所以就把我们分割出来 那 其实我也要谢谢董事长 因为在那个时候 我们做过很多讨论 我们也受到 真的很大压力 就是 压力大到多大 比如说几个例 抽单 一抽三四百亿 对对对 开会的时候会说 你真的想做那些伺服器吗 你要想想看 你要做多少伺服器 才能抵得上你 我现在给你的notebook 因为那时候notebook好大 笔记型电脑好大 这是一种 这个客户比较没有留下痕迹 他是用讲的 开会的时候 就是急言立色 对着董事长跟黄博团 当时的总经理 那那时候我老板都叫我不要出席 那种会 Emily就回避免得更气 免得你气还是对方气 对方气 对方看到我在做就很气 那另外呢 另外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 一个本来要给你的生意 就决定真的抽 hold住 抽住 对就不给 然后就叫我们答应他条件 所以后来我们其实是答应了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伪创不会在同一个标案上去跟客户竞争 然后就成立为营来竞争 第二个就是说 条件是其实对跟我一起出来的同仁 比较大的心理挑战是 我们必须放弃我们在伪创所有的位置 不可以坚韧 不可以脚踏两条船 出去的人就出去了 那要从伪创离职吗 对我们每个人都从伪创离职 真的断掉吗 对对对 法律上离职 然后再重新成立为营再雇佣 重新雇佣 重新就是我们 所以我们好多人都重新 就是等于辞职 对辞职再利用 辞职再雇佣 对 然后第三个他们希望就是说 这家公司将来伪创拥有的股份呢 要渐渐的降低 这个大家当然很高兴 第一个降低也没讲 降多少 也没讲未来多长 第二个大家都想你竟然要出来 当然心里就会有一个要上市的梦 那就是 所以第三个条件没有人有质疑 我想对当时走出来的同仁 第二个条件 因为那里像我自己已经是 business group的头 就是放掉你所有的一切 你就转身重新成立 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事 就是river of no return 你take it就往前走 没有回头路 one way take it 对就是没有回头路 所以当时愿意跟我出来的 大概九十几位同仁 就是九十几位同仁 所以你就是那个时候的团长 对我那个时候 那当时我想董事长也问我的想法 我是主战派了 我自己会认为根本不要理他们 我们就我们就就不要理 我们不要再理品牌 我们就做就对了 也不用成立分公司 对对对 当时董事长会认为说 那时候笔记型电脑的声音太大 他占七八成以上 对对对 那我很羡慕我的我的 我的第一号竞争对头 董事长还说 他们有apple 我们没有 我主战 但是因为那时候伺服器的订单 跟笔记型电脑比起来 是天差地别 所以你为了这个小东西去 对对对 那这样子好 你那么坚持 那其实董事长也看好这个事业 但是你是看未来 对也是看未来 所以他就说独立 那他跟我讲独立 我觉得 我记得那时候跟我一个主管 他在我房间 他在剁方部 然后他就说 他讲 Emily for our own goods we should go for it 我们俩大概考虑了20秒 就说好 就这样 就你跟另外一个主管 对对对 我们就决定说我们应该 其实我们会 会就离开这个公司 从法律上 就离开这个公司 那我们也就离开 那我觉得 我也会有 今天这样 如果说EPS 我们就财务来看 我们当然是做得很努力 也在经营的 朝着好的方向去经营 其实是一开始的时候 董事长给我们一个设计 叫轻资产 后面我也讲过很多次 为什么去用 就轻资产 他跟我说 那你就带着一群人 主要都是带RD 做产品的人 跟业务 就帮人家做设计 好好的 好好的去服务客人 好好去设计产品 那你先不要背 制造的 制造 你不要背资产 因为那个都是 所以他也只给了我 9500万 好少的资产 好少 对 就设计公司概念 对 设计公司 那起初他认为 你这样子吧 因为那个时候 产业不清楚 所以你应该做 是做了对的产品服务 然后用对的人 去跟客人 好好的一起 把这生意涨出来 我觉得 轻资产 这个设计 其实是一个 这应该讲是 归功于董事长 对 那我们也就 是不是那时候 没有太多钱 可以给你 没有土地可以盖场 对 就是这样子出来的 审时度势 那个时候条件是这样 但是后来的发展中 我其实有感激 因为我 我长讲 我们有很多抉择 是因为我们轻资产 现在看起来 很有远见的抉择 都是因为你轻资产 所以你会去考虑 你有的资源 你应该怎么用最好的 怎么最好的利用 还是说你那时候 轻资产 但是你生产 都还是到某公司 为创 因为有伪创 对 因为有伪创 所以当时一开始 也不用背工厂 也不用买材料 我们是在2015年开始 自己开始买材料 那时候就开始 因为量很大 是 因为我们做了 整机柜 整机柜 里面就要买 非常多的零件 还有什么像机柜 电 Switch 那些 那些变成一个柜子 所需要的东西 其实在伪创 是没有经验 而对于我们 开始要做整机柜 是一个非常关键 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 我们要自己买 自己设工厂 对 自己设 没有 我们没有自己设工厂 买材料 外包给伪创 外包赏 对 有委引美国买材料 因为当时 都是给伪创 给伪创墨西哥做 因为当时 大量都在墨西哥 而伪创的墨西哥 本来就是一个 怎么讲 Maki Hadora工厂 类似来料加工 那本来就是那个 美墨边界工厂的设计 由美国公司买材料 给一个墨西哥公司 墨西哥公司 组装完了再 卖回去给美国公司 美国公司再卖给客人 那所以就 委引就成立了 委引美国 所以委引美国买材料 还有测试设备啊 工厂里很多设备 都是委引美国买的 然后放在 伪创墨西哥的工厂 然后做好了之后 伪创墨西哥工厂 把它卖给 委引美国 委引美国再 卖给客户 所以从 大概15年16年开始 我们就有一个 非常大的 从资财开始 那工厂 我其实是没有 没有拥有 但是其实 我们开始做 这个东西的时候 在伪创没有人做过 所以 所有员工 其实是 为我们工作的 那有一点点小故事 因为 伪创在墨西哥 好多年了 将近 15 16年了 那中间有过 很盛 不止15 16年 20年 有过很 很极盛的时候 就是帮 Blackberry Rim 做 黑莓机 黑莓机 那后来黑莓机就 不行了 就示威了嘛 那好大的工厂 那时候也做电视 Vizio Vizio也很有 现在人在 对 那个 那个刹那 我去的那个刹那 刚好 黑莓机 完全就是 没有了 就是 坠落了 然后 电视也不顺遂 所以好大个工厂就 就 就 就给 就给我 当然我的 我心里 就是我们彼此要感激 因为 他们很多员工都不必被lay off 就我全部接收 然后呢 但是我也 就接受了一个很好的厂房 然后那个黑莓机当时也把他做了 哇 地板都很亮啊 什么就是 基础建设都在 那员工也很开心 所以每一个人就开始转业 所以 整个怎么 怎么做这个整机柜的know how 其实是 是等于维尹自己 从测试程式到怎么 怎么做这件事情 我们也是 大家做中学 然后 所以从2015开始 而且这个开始有点好玩 因为维尹在2010年就成立嘛 11年开始有出货 对 我们出一台机器 出一个 一个 储存器 然后呢 我们再做了三年 我们一直想要做整机柜 整机柜的概念就是说它是全套的 全 就是 就是里面大概放了 会放二三十个到四十几个 就是我们看到图片上 你看到这要东西好多 好多好多 对 全部都一体成型 一个箱一箱 然后里面会有伺服器 会有储存器 也会有交换机 Switch Switch 交换机 对 然后很多cable 然后点 所以就买这一套就是完整 我就这样全部做给客人 然后送到他门口 那价值才高 对 第二个是送到他门口的时候 他只要 插电就好了 对 插电 插网路 然后 不用再组装 对 完全不用 把资料灌进去 对 但是他们云端事业的公司都是从 不管资料中心在哪一国 都是从总部直接灌软体进去的 他们也是一开始就是这样 所以 就是 就是这种服务 其实我在微创 以前在做企业客户说也有人有这种生意 但是我们想了好多年 因为那个大部分都是像 美国的大型专业代工厂 像Flatronics Jable 他们是给这种人做 所以 所以微软的需求 Amazon的需求 脸书都不一样 这个整机柜 对对 都不一样 无论的设计都不一样 所以 这就是你们吃香的地方 对 然后呢 我们就因为这样 所以 我其实也奋斗了一段时间 客人没有要跟我买 我跟我同事说 我自己煮两个给他看 这是我可能做 我可能很勇敢 所以我们就在 我们本来也设计一台一台 伺服器 一台一台 储存器 我就说 我们不是很多测试当中的 也不要讲下脚飞料 就测过的机器 我说把它运到美国去 煮两个柜子给他看 所以我们就真的 而且我们在三十天之内做完 我那时候 我把我同事叫来 我说 我们借用了这个 应该是Nike的话 还是哪一个爱迪达的运动选手 叫做 Nothing is impossible Impossible is nothing 我们就do it 然后就大家就 也很兴奋就开始做 做完了两个机器 我们就邀第一个客人进来看 那他看完之后就 真的在下一季就给我五个柜子 对 五个柜子 然后从那五个柜子开始 然后后来就排山倒海 后来就一两百个三四百个 所以到了一两百个三四百个时候 我就邀请第二个客人来看 那第二个人一看就说 哇我们 哇怎么 谁给你做这么多 已经感觉你会了 所以第二个客人 所以后来就全部变成是这样 对 但是这里面都有很多 在某个关键点你做了一件事 像在那个关键点 董事长决定我们成立一家叫微影的公司 在那个时候 他给你一个定义叫轻资产 在我们做了一段时间后 我们就决定要不满足 我们只做一台一台机器 我们就自己去做两个柜子 然后给客户看 所以从那 所以你看我们的业绩是16年 突飞猛进 对 对爆发 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把 把这个制造的能力 虽然我自己没有法定 法律上legally own工厂 可是我们其实里面的人的knowledge knowhow设备 其实都是微影的 那我们开始拥有比较多是上市之前 因为证交所 就因为主管机关也觉得你 你怎么 对你母公司也在做这个 你就通通给他代工 所以我们不能那么集中 所以我们开始买材料 那我们一买就买了八十 八九十个percent的material cost 因为我们买都是贵的材料 那当然当时就很多是 伪创的员工 在帮我们操作 微影的ERP在美国 这个从主管机关的角度是 也是不行的 所以在上市发行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有做切割 对我们就做了一步一步一步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 而且最近我们在盖工厂 就是让我们自己更加的独立 所以你在美墨边境那个工厂 不是微影的 现在是现在已经是微影 在上市的 其实我们上市那时候 就已经成立一家公司 但是因为墨西哥政府 要得到那个Machihadora license 很困难 我们大概从决定要申请 到申请下来两年 所以我们在上市之后的 大概一年十个月之后 我们拿到那样执照 拿到那样执照开始 全部员工全部搁过来 所以那个工厂里面 那个campus 外面挂的是尾窗 里面有不同的building 所以三栋里面有两栋是微影的 所以那里面的员工 现在都挂着微影的 然后在台湾 也在台南 还是高雄 所以现在就不能 台南的故事其实更好玩 就是鲑鱼返乡 就那时候搭的鲑鱼 因为我也看到 我们做这个东西 都在中国做 那时候板子都在中国做 那客人也有暗示 有中美大战 然后接下去就是抽税 川普给人家抽税 那就有压力 虽然我们其实蛮有趣 我们从中国出到墨西哥 墨西哥组一组再进美国 就没有了 其实就没有税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个路不长久 所以我坚决我们应该要回台湾 那那时候我当然第一件事 就是跟伟创说 我想要回台湾 我需要生产鞋 那他们的答案就说 大家都要回台湾 没有 没得给你 那没得给你怎么办 我自己就要想办法 所以有时候每一个 每一个穷困 每一个窘境 都是让你自己 要站起来 站起来的 靠自己 我说没有 好没有我就开始找厂房 那其实我第一个工厂 现在台南那个 是企机 我那时候跟 我就 我就去找企机 我那时候在找 企机也在找 因为大家都要回台湾嘛 所以我就跟企机董事长说 我们都来找 那甲后倒下 如果你有跟 我们就一起来讨论 我们的台湾产能 就他找的 比我顺利一点 那个厂是 那个 以前做 那个的 茂迪六厂 有一阵太阳能很 很热 很热又开始 又很不行 往下 对往下的时候 茂迪把工厂 卖给企机 那我那时候 很早就去跟企机 董事长挂号 说 那都以前 我的老板嘛 就 这个就是 女生沟通的力量 就 你要给我 对啊 Signite 不然我也 我也有跟他讲 我的一个 我那个其实已经 快要买下 只是后来被设计师 建筑师认为 建筑结构不适合 因为他本来不是 盖给这个产业 所以 我其实 台南厂 我只分了 企机的一层楼 一层半 他现在四层楼 我们只有在 三楼跟四楼 大家共用 什么员工餐厅 办公室 所以两个公司 一楼二楼 对两个人 同时在一个楼层里 我们一直都很会 依偎在别人旁边 然后过着 比较这个 小媳妇般的日子 但是自力自强 这个是不是 只有你身材会这样做 但是根据企机呢 就 也看好台湾市场 所以 那个工厂 买下来之后 他们马上就决定 在前面一块空地 再买 盖 所以他明年要盖好了 他盖了一个 地下三层 上面六层 所以他盖好 那个工厂之后 那整栋 楼顶会变成 所以我们也都是 三点不动 一点动 慢慢地演化的 这个路看起来 好像光鲜亮丽 其实每一步都是 都是努力 累积 小小地累积起来的成果 所以现在从 清资产 到买材料 到自己设厂 所以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现在 也没有那么轻 但是我们不是半导体 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资产 大到那个地步 而且有一大部分还是外包 对 我们其实到了2023年底 24 到2024年的时候 我们可能外包的份额 只剩下10到15% 因为马来西亚也盖 台南也盖 墨西哥我又盖了 我又扩产 又扩产 又扩产 所以现在大概还有一半 现在大概在对 现在大概一半左右 不过我们聊到现在台很多 都是围影的发展 或者是公司的发展 其实Emily也蛮特别的 她应该是 这个台大政治系毕业 所以其实也不是科技背景 也不是什么工商管理 相关科系背景 然后在科技业里头 成功的女性 相对像浮出台面 也还不多了 有个徐秀兰 有个高薪敏 其实没有那么多 在纯科技业 所以你算是科技业中 绝对的少数 那围影呢 我上次也问过Emily说 你算不算围影的创业者 但也是 因为出资虽然是伪创 可是你出来打天下的是你 所以你也算是围影的创业者 我还记得 我跟玛丽讲的是说 做事 我是做事的创业者 但我不是出钱的创业者 那端看你怎么定义创业者 是是 然后我同时也给你加了一句话 但是我还是以专业经理人为荣 以专业经理人 所以不是以创办人 所以你如果问我 得这个奖对我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女性当然是一件 然后第二件事就是专业经理人 因为这个奖里面有非常多是 Founder或者家族 对 那其实 赚七成 对 过去我们也是讲说 我其实想讲就是说 像我们这样专业经理人 我还是认为我是专业经理人 可是我对这个公司的热爱 就很像家族企业 对他的事业的热爱这样 那我觉得 这个是给创业经理人 很大的一个鼓务 所以你创一个词 叫创业经理人 对 我还是认为 你被派出来创业 我还是认为我是专业经理人 我不是那个 但是我只是被指派去创业 那么在科技圈里头 男人窝里头 可以说男人窝 作为一个女性 到底怎么冒出头 我从来也没有认为我是女性 或我是男性 就说 去性别化 性别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就没有太标签了 我从来也不宜作为女性 我觉得作为女性也很光荣 因为女性其实有优势的 有时候在做生意的时候 在谈判桌上 我觉得女生有优势 我讲一些很难的话题之后 还忽然间就 你爸我哥哥 你家小狗小猫 五四三讲一讲 再回来 就我们很容易可以有这样的转换 对我们的性别来做这件事情 适度的发挥你这个女性的优势 对 会让这种事情比较 tense会小一点 就不必要那么 那他们会比较离让你吗 比如以前在伪创 大概所有的高阶主管都是男性吧 少数一两个女性 他们会离让女性吗 没有他们都觉得我太恰了 我们太凶了 我觉得女性还有一个特质 就是说 我们比较不会为工作而工作 或者为职位而工作 我本来就无所求啊 我也 我从来也没有 所以人家常常问我说 你是 你是先有一个career的plan 然后你再努力 还是怎样 我说我从第一天到现在都没有career的plan 就是老板叫你做什么 你就说好 我去做 我努力做 就等于讲 做事对而言 就我觉得 因为当你 当你拿掉你要那个位置 的心的时候 你更能够 做你该 该做的事 就是那件事情 从来不是我的 agenda 就是哎呀 我一定要那个位置 我一定要怎么样 男生比较会 我觉得那是社会给他们的压力 但是是社会给我们的一个wave 所以我们可以 比较easy一点 对 把心也摆在一个比较 把事做好就好了 对对 那些工程名就都是随着来 对啊工程名就 不是设定好的 来就来了嘛 我们也没有太拒绝 可是没来我也OK啊 对这样子 一直都是这种人生观 那你怎么学习 做一个领导人呢 嗯 这个好难说 我 有训练吗 他应该这样说 我觉得我很幸运 因为我刚进 ASO的时候 我说红基时代啊 就进 是这种先生interview我的 那 那时候 这一段很精彩 因为我听Emily讲过 她是怎么进红基的 非常精彩 你要不要 没关系 现在就讲 你花太多时间 没关系 现在就讲 好 就是 我刚毕业的时候 很搞笑 我台大的嘛 那台大都嘛 要去国外念书 那我就在等一个男朋友 后来也没嫁他啦 然后我就 去做做事吧 因为他在当兵嘛 那我就去做事 结果 我一做事 就很喜欢工作 可是我刚开始 第一个工作 失去一个外商 那时候台湾都是 agent 就是贸易公司 大贸易公司 其实也是个 英商 英国 英国人 然后那时候 是一个上海人 香港的上海人 那是英籍公司 所以他为了怕 台湾台籍的 的主管们 带走客户 因为那个时候 产业的 漏规是这样 所以他就用了 美国人 英国人 来做我们的主管 来做我们 总经理是英国人 什么 品管经理是澳洲人 什么经理是 那时候很 然后那个英国人 风光的公司 其实是很 很push的 很drive 我觉得我大学 刚毕业 你以前英文多好 你也不会一天 都用英文讲话 我在那个环境 连写个note 都要用英文 我就很shock 但是呢 他也教了你很多 就是像我们 那个时代 长成这样子 都是家教良好啊 问两宫俭让啊 对不对 女生嘛 我这一 女生不是这种 恰伯伯的个性 可是在那个公司 他教你必须要assertion 你有你的态度 你可以坚持你的理 你认为对的话 你要讲出来 你要具体真 你要敢speak out 而且用英文讲 所以其实我只有 做了一年多 我就 我觉得我自己 在那一段时间 是刚好毕业 第一个工作 我觉得他造就了 你一个工作的态度 然后也让你练的 可能人家会看你 比较有胆子 对比较有胆 所以男生会说 我很 很有胆子 第一份工作找得好 因为没有 你就活不下来 那当然后来 蛮有趣的是我 我忽然发觉 我的老板们都在拿 回扣 然后呢 有一天我就看到 我的老板在骂厂商 骂得跟狗一样 我心里就会想 你拿人家回扣 你为什么还这样骂他 我就觉得 哇 我40岁的时候 不要跟他一样 我就觉得我要离开 我不喜欢这个环境 不然我也会变成这样 很容易的 那我就开始找工作 反正那个时候 就在报纸上 就看到叫做 为处理机的园丁 那时候 施先生叫 他的公司 洪基叫 为处理机的园丁 那就很有趣啊 什么园丁 为处理机 就寄个履历表 那就被叫去interview 好 那interview的 我的老板是一个好帅的男生 然后就进去了 然后呢 一进去就 所以不是施政荣 interview你 是蔡国志先生 他是 历经的副董事长 OK 他现在好像在历经 关系企业 用了一个事业体 现在很多时间在中 所以很帅 很帅 他很帅 所以你会进去 就是因为 这个人帅 我在家里洗头 就有人打电话来 叫我去interview 然后他讲话声音就好好听 哇 我说这么好听的 我一定要去interview 我就去 他去一坐下来 他第一句 而且我那时候 我那个洋公司 在台塑大楼 我刚毕业的时候 台塑大楼是台北 最最最新的 像101这样的 然后我就 而且我们那时候 英国老板要求 我们上班都要穿裙子 都不能穿长裤 穿对 我就跑去 结果在一个 民生东路 五段的一个街角 然后一个小公寓 然后就上去 然后那个书柜 都是脚缸 就 就 很像大学宿舍 就是公寓 然后呢 我老板坐下来 第一句要看到我就说 你怎么长那么小一个 我们还以为你 你长得很高 很会打篮球 因为那时候 科技也刚起来 去宏记上班 头几年 每一天都像去玩一样 你真的每天觉得好开心 就跟一群年轻人 然后他们那时候 在找人的时候 就一群人都来帮老板 找人 这个好 这个好 那个师傅 他们都叫他师傅 师傅 师傅 这个好 这个看起来很会打篮球 就让你看到我 这么小一个 就哇 这个要怎么打球 那我们的对话 就也很好笑 然后他就 听一听我做什么 他就跟我说 你 你overqualify 那你说服我 你为什么要来 那interview过程的 对话也非常有趣 然后讲一讲 他又说 那你要不要 criticize一下 你现在的老板 我还跟他说 这样不道德 我不想回答你 所以以后我去别的地方应征 要criticize你 我们那个对话太有趣 然后那天 我们谈一谈 就觉得蛮新鲜的 然后我就回去上班 然后下午三四点 就通知录取你 那人之又通知说 晚上施政荣先生 要跟我见面 所以我就去了 是那个见面 我那天跟施先生 谈了很多 那那时候施先生 为什么要见我呢 其实 那个时候 宏基还没有自己的产品 都是在做代理 后来才开始有小教授 一号二号 但是施先生的梦 是要做自制产品 那他没钱嘛 所以他要先 代理一些零件啊 代理一些电脑啊 我跟你举一个 很有名的人 代理零件的部门 就长出一个叶浮海 哦 OK 大连大 对 大连大 对 他一来 他那时候年轻的时候 就是在做TI啊 什么Zilog 零件的代理 就是进口零件去卖 那我们 我老板那个事业部 就是进口 小新的电脑 Printer 还有那个时候 也是叫Terminal 就是终端机 终端机 对 所以我老板需要一个秘书 所谓秘书 就是帮他进口 帮他跟原厂联络 进口买东西 那施先生那个时候 正好在推中文输入法 OK 小朋友现在不知道 我们现在中文输入 就是个keyboard 对不对 当年没有内码 没有外码 所以一切都不 没有 就是混沌 没有规格 所以有个人做的keyboard 我不晓得你有看过 那个签字印刷 有我有看过 我去印刷厂看过 对 那签字印刷 那很大的 那个时候 MyTag 神通的中文输入法 就是一个这么大的keyboard 像一张桌子 那么大就对 签字印刷款 那施政荣先生 有个理想 很感人 他就觉得 他就遇到一个 朱邦副博士 那朱博士呢 就是发明 苍结的 输入法 他是用数学的项量 去算 所以每一个中文字 打最多五个码 一定会打完 就是你要猜字解字 那施先生就觉得 这个事情太好了 他要把它推广成为 Defect of Standard 那天晚上他跟我讲 Defect of Standard 我学到这个字 就是一个 大家都用的标准 那他就需要 找一群人来做中文老师 来教 免费教 教所有的人用 因为他告诉我的理想 就是说 如果我们 没有一个好的输入 input跟output 我们没有办法跟电脑 那时候不叫电脑 我一处理机 没有办法跟电脑沟通 如果我们华人 没有这一套方法 我们永远就跟这个技术绝缘 因为你根本没有跟他 太难了 所以他觉得一定要 有一个方法 让人就像打ABCD 这么容易的去跟电脑 这个东西做 做interactive 做互动 这样子 我们这些写华语的人 我们这些写中国字的人 才有可能进入这个世界 因为很伟大 听完就感动 所以你当天晚上就感动 对 我就很感动 然后我们就谈了很多 然后他就想要 他要interview我 是因为我的工作里面 还要去做那个老师 所以他当然有来考考 我这个人能不能当老师 那反正事先最后 跟我谈完了好久 他谈完就跟我讲一句话说 你现在不要做决定 你回去跟你爸爸商量 因为这会是你终身的事业 实在是 然后我还记得 我就下了那个小公寓 就站到那个公寓门口 我就告诉我自己 不用跟我爸商量 我再也找不到一家这个公司 我就决定 其实他薪水还比较低 低 薪水又低 然后 他还在小公寓 还不是在台塑 而且中间其实 几乎要倒好几次 我们只是都不知道而已 对 然后呢 但是每一天来上班 都是年轻人 然后都好快乐 然后我在那里也看到 学到师先的宽航大量 我还记得 我们那个部门 那时候就进口产品 就要去投标 像核电厂的 火力发电厂 核电厂 什么台大 那就有业务要去投标 有一天 就看到两个人 垂头上气的投标回来 师先就问他们说 怎么了 他们就跟师先说 忘了带押标筋 就很低级的错误 就你知道师先就 没关系 下次努力 就这样 你就从年轻的时候 你就看到 你的老板 一个领导人的风范 对 是这样的 就他没有 所以你刚才讲沟通 我觉得沟通 除了你要会讲 你还得每天做出 你讲的样子 深交 对 你就是 所以他其实也没有 特别跟我讲什么 他讲他对华文世界 怎么样 进入这科技的理想 必须要 破除这个困难 所以他要做这件事 这好感动 对不对 他说 他说你看我同事这样 犯那个地级错误 他也没骂人 对不对 那时候公司才多小 一个标没标到 可能他也是拍拍肩膀 说没关系 下次要记得 就你从很年轻的时候 英国老板教你要怎么样 assertion 怎么样能够愿意 为你自己speak up 那师先教你一个这样的 就是对于这个科技 对人类影响 对人类影响 他一直就是一个 非常远见的人 对 然后呢 他那时候多小 他也想做这个事 那 然后你看他怎么对待员工 那都是年轻人 所以我们下班 不是去射箭 去打球 就他每天都要学习新东西 所以你会觉得 其实日子过得很快 其实是你是政治系的 也不会觉得科技格格不入 我就很认真 我就每一个单字都去问人家 为什么叫bus 就明明公 其实为什么我要打字 这bus 为什么就不是那个bus 然后当然我们就年轻貌美 又不吃下问 所以很多人都会教你 就很多人来教 而且你也是少数的女性 工程师上课 对我也去上 听得懂听不懂去上 上到变成行政员上 所以我都会 所以我是可能 第一个用 World Star 就是World 钱钱钱 就是那时候我老板说 我们要投一个标 一个外国的标 我们需要打一份 很大的proposal 有一个工具你去学 然后那时候 因为我又不是念商的 我也没有受过那训练 其实我用打字机 也很烂的 我会浪费掉很多指头的人 就是会打错 然后有那种工具就好棒 后来我就 就是我觉得 你说我怎么会走到科技 也是我觉得我很幸运的 那个年代 刚好是启蒙 大家都在学习 所以你也跟着走 我从DOS开始到Windows 所以那些东西就是跟着长大 那后来我也interview了很多年轻人 我觉得好苦 因为现在就科技长得这么多 现在学就有点太辛苦 就很吃力 所以我常常问人家一句话 就是说 你跟你这个工具 你跟电脑的关系 我很希望他告诉我他喜爱 而不是我一定要学 因为太苦了 每天都好多 现在已经是成长到 如果你不喜爱 不过再年轻一点的人 可能天生就会了 就是在我大概20年前 十几二十年前interview 新经员工 所以我会问他们 就是我其实想要知道 你喜不喜欢这个东西 你喜不喜欢这个工具 你喜欢你自己一定会去求知 如果你就 就是觉得 有距离 有距离 那个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日子太苦了 他们那个技术都学不完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因为你以前念政治 但是这个长级刚起来 所以你进去还可以学得很快 现在如果是念政治的 或念文学的 念哲学的 一下子进入科技 现在人都斜杠 所以OK OK吗 会不会还是说 他们现在都是数位原住民 没有现在我觉得 他们是数位原住民 现在的小孩反而就不见得 反而就跳过那个 所以比较尴尬 是三四十岁的 这一批是比较尴尬 所以各位听众也可以注意到 Emily应该是说 一直都没有换工作 她就进入宏集 后来宏集跟伟创分割 这个好不斜杠 不是 我的意思是女性特质有这一个 就是很专注在她做的事 而不是一直在想说 人家台语说 吃我来看我 就是会设一个目标 我现在要跳去哪 要跳去哪 事实上你是跟着公司在成长 跟着产业在成长 这可能在现代 不是一个太好的示范 可是我的意思说 逃条道路通了 你可以换来换去到最后的目标 跟你始终如一 在这一条路上 随着公司成长 你个人也在成长 所以你在宏集呆呆 后来因为要做伪创 你就当然有一点伤心 被分出来 所以那一次是有一点伤心 是吧 对 总之就是说 你在后来就因为受事先影响 就进了宏集 但是就跟着宏集长大 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 我也会看年轻人 你换来换去 到最后还不是殊途重归 何必 你如果在一个职位 或者在一家公司好好待 公司有机会 如果你真的是厉害的人 你也不会被埋没 搞不好那个机会就是你的 但是我觉得公司 确实给我很多机会 譬如说 那个时候我的老板 我做了 我进去那个蔡国志先生 我大概做两年 他就一直逼迫我说 你这样来想要做什么 对 他就帮我做career plan 然后我就说我 我只想 我只知道我不想做什么 我讲不出我要做什么 然后他就给我很多尝试 所以他后来成立一个部门 就是PM 现在的PM 那我们的 我就跟着他去做PM 后来他去外派 他也一直push我 所以我中间也跟我的先生 有去美国外派过 其实他一直告诉我 我想要给你一个不同的生活经验 所以在美国外派的时候 我也很认真 就是 然后他的秘书 就是我的美国干妈 我们就常 他就带我去生活 带我去参加什么county fair 什么就是 去看橄榄球 看美式橄榄球 就是 很努力的去生活玩 那那个其实是我 人生也是一个很大的 在美国哪里 我大概在美国就 就Bay Area 在Bay Area 那待了多久 大概也在两年 那是我人生的黄金期 那小孩子 小孩子我很残忍的 把他留给我婆婆 所以我也没有带过去 他回来说三岁 Anyway 那 但我们就珍惜每一天 都 而且那时候 工作的压力没有那么大 因为职位没有那么大 有压力 但是没有那么大 所以 只要有假日 就是开车 出去 就是我觉得 去生活是对我人生 很好的一个 所以现在想起来 那两年是这一辈子 真是我一辈子 黄金时间 对 真的 Golden Age 然后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在 维创跟 那个 Acer 快分割之前 就是那时候 Acer也很辛苦 有一段时间 所以 我们公司就 找了 McKinsey Consultant 来做reengineering的job 所以 其实在 2000年分割的 1998 99 2000年之前 那时候 我刚好 其实是大业务 那我做了一个 大型的客户 我可以 一个 一个看做到 我不是做Acer Brand 我那时候 Acer就是因为 Acer Brand跟代工 都一直做 做到两个都很大 两个都三个Billion 冲突 那 那个三个Billion 代工的三个Billion 有一个客人 大到两个Billion 是我的客户 哇 所以我做到这样 疯狂 做到掃声 喉咙 倒嗓子 就 然后开始窝外交货 真的是 做的昏天暗地 然后做到 有点崩溃 而且 我做到很惨的是 我自己心理状态 已经变成 我不是Acer的人 我是那家公司 我就是 不能为他 做出一点点 不好的事 就已经开始 有点 自己投入到 有点混乱 你到底是谁的员工 是哦 哇 就是有点 就是工作太投入 这是你的特质 而且就是为了那个客户 我做了所有的一切 我几乎有点忘了 我是假放还是乙放 我觉得自己心里 那 那 后来跟公司的人 会起冲突 对 当然会 稍微有点做得不好 我就会很生气 所以最后我也跟 董事长辞职说 我觉得 我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 可是我可以正面 可以负面 我现在的情绪是很 我很容易就负面 我觉得我应该停止 因为这样对公司不好 那 我就坚持 我要离开 那那个时候刚好 他就 那是施政荣吗 对 不是那个是 那个是林谢明 OK 然后呢 三门就跟我说 因为 那时候 Acer也在一个 也在一个打转的期间 所以 他们就去找了McKinsey 来 做策略顾问 对 策略顾问 重新理策略 然后建议分家 那你去 你不要离开 你去代工 你去跟McKinsey 做Re-Engineering 所以我在19 我做了两年 我那时候的title叫 Chief Re-Engineering Officer 很棒对不对 是 那个其实是 跟着McKinsey做 当然我觉得我有成就了 后来 Acer的 分割是他们建议的 也不是他们建议 可是后来分割完 他们有进来做策略规划 那 我应该讲McKinsey Insure 就是 这两年 他们除了 其实他们最大 我觉得我们那时候 最大的成就是 那个时候的Acer 的欧洲 是14个国家 不是一个欧洲 就群王割据 就是事先宽宏大量之后 整个组织就长成 就反而没有 对 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库存 诸侯 诸侯格局 诸侯格局 对 后来这样子就是变成 有人会play with 那些inventory 因为每个国家都来跟 母公司买 买notebook 那就有一些国家很厉害 譬如就是 John Franco 领导的意大利 意大利 对 那些国家就很差 那他们就很厉害 他们每个人都给母公司 forecast 那母公司就做了 做了就不拿货 卖不掉的人就不拿货 然后有一个很厉害的人 叫意大利 就说那些货我都拿 你给我大折扣 他就会一直有这种 这里肥那里瘦 然后结一个账很困难 因为他们每一个国家都就 每一个country manager 都hold inventory as a power 你知道吗 就搞了就乱七八糟 所以其实 我觉得我最大成就 就是去欧洲 消贩 全部收 全部亚洲direction 那anyway 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我们除了成就这件事 我觉得 McKinsey Consultant 也给我很多的指导 就是怎么communication 怎么用from你的data to chart from你的mind to chart 怎么样 以前我跟那大客户工作的时候 客户常嫌我们做的powerpoint 很好笑 很难看 我还觉得说 你这公司是凡文如节 可是到了McKinsey的时候 他开始教我说 这是executive communication 你怎么样把你的信念 变成各种符号图案 如果你的口条不好 你的document要更好 然后你要怎么写一个storyline 怎么样说服别人 我觉得他们给我很多教导 而且他们也一直在跟我讲 什么叫做executive deposition 你就要举手投足 要像一个什么样的 是吗 我觉得那两年的贴身工作 给我很大的成长 所以让你准备 做的时候不觉得 对 可是事后你回想起来觉得 对 这个他们以前都跟我讲过 这个就是你开始觉得绕了一圈 回来你的 讲眼界吧 就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那是公司 给我很大的机会 因为他们是很贵的consultant 所以那两年都在欧洲跑 我在欧洲跟台湾都有做 那我另外一个同事做美国 你觉得 所以要怎么样呢 要当一个executive 就是高阶心 应该怎么样呢 举手要怎样 然后他会告诉你说 真谛是有人愿意follow你 作为一个executive最大 就是你会有followers 你会愿意有人followers 他当然他们每一次 我们要回来台湾project 要做review的时候 他们就会带着我到处去 他们叫sindication 先各个急迫 然后再开个大会 在大会里面你要怎么讲 让这件事情能够成功 或者你应该做一个 好的proposal 给人家选择题 不要问人家open question 这一类的 我觉得以前我们的 呼吏巴基做生意 也都没这个训练了 那我觉得这是公司 给我去美国外派 然后让我跟McKenzie工作 其实这对我都是 在我事业人格成长上 我觉得是潜移默化了 生活的经验跟 跟一个知名的 consulting公司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要写写 所以不一定说 去上一个什么课程 来学如何做领导 所以就是在做中就学了 所以你的心中的 领导的典范有吗 谁是你心目中的领导人 对上次有人问过 我这个问题 梅克尔 是 OK 因为她是女性吗 对而且她 我觉得她 当然现在工作很难 但是我觉得她做那么多年 你看她做的时候 然后她也是一个 就是直谱的人 她从头到尾就是那个 梅克尔 她要下台那天 她还是那个 你还是觉得她眼睛里面 有那种 小女孩的调皮的眼神 就是你会觉得 她虽然是一个这么大的人 她还是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梅克尔 没什么 回家要洗衣服 要倒热 要做饭 对对对 没有 她也不邋遢 对不对 然后她也全身 也没什么珠宝手势 对对 然后但是呢 你也觉得她其实是一个 你可以感觉她仍然是一个 小有幽默感的人 就是说她有 你看她退休那时候 她们给她 奏的音乐 干什么 我就觉得 我觉得她是 我觉得 而且她该退就退了 就这样 这也是令人很敬佩 所以你的偶像 一直是她 我没有一直是她 如果近代的偶像 所以她也给你 怎么样 她的怎么样投射到 你对自己的要求呢 没有 我觉得人就是永远要保持 那个 直谱吧 就是 我觉得不管你做到什么 你还是你本人嘛 你有一天离开那个位置 你那些title都没有 你还是你本人嘛 所以你自己 永远是一个 什么样的本人 其实很重要 如果你本人是 是对的 或者不这样讲 对的不好 是你的心是正确的 然后你又不太笨 那你做出来的事情 大概就不会太离谱 我认为是这样 我认为做到多大 做到什么 其实到最后 你还是不要忘掉 你原本是一个谁 那是你自己 这个是 这个是我觉得她 很令我敬佩 我们跟Emily 这样 好像聊天一样 不知不觉 已经一个小时了 那我们还有一两个问题 要来问一下Emily 就是说 我们给Emily的文章里头 有一篇叫做 这个 现在越来越流行 或者很多企业都 踩这个模式 可能公司实在是太大的 所以就迈向 共同执行长的年代 我们有一篇文章 是在谈这个 那Emily对这篇文章 或者是这个趋势 你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我本质上是肯定这个趋势 我觉得人没有万能的 一定是需要互补 那我们肯定HBR讲的 但是他有提到一些先决条件 这些是so critical 那里面讲了九个重点 那我自己看了这个文章 我就回来回想 其实我有一个很好的partner 是现在我们的总经理 是 张顺来博士 那我就自己问我自己了 虽然他跟我还是不是叫做双 才是我们其实 因为你还是有位阶 真的不像排气电视 但是我们做的事情 确实是有分大 我们分工 分工 我们就是很清楚的分 所以其实生意技术 其实都现在都是他在管 那我就是做什么财务 法务 IT 公司发展 还有什么ESG 这些东西 那当然他 我觉得 你们讲了这几个 就是说一个合作的意愿 我自己就问我自己 所以我们俩在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我们几乎都有 当然我们还不需要搞到董事会的支持 但是中间有个很重要 就是说 我们俩真的是有共同价值观 然后呢 完全互补的技能 因为他是一个PhD Technical 技术出身 非常Engineer 我是一个一路业务的人 那我觉得我们完全互补 然后呢 我们 对外是展现一致的 无论如何 我们俩会关起门来吵架 我们还是会讨论啦 但是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 所以最后都可以达成 达成一致的共识 那出去我们就会讲一样的话 然后 我也真的Appreciate 有一个人 这样子 因为其实现在的面向很大 那真的是 真的是需要Partner 而且 你在这个问题里面也问过 说 有没有什么危机 有没有什么 你怎么处理 有没有什么最惧伤 我觉得 要成立一个公司 你要培养一群 愿景一样 然后 价值观相同的人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中 彼此就会做彼此的啦啦队 有时候彼此会给彼此照镜子 有时候彼此会做彼此的啦啦队 我觉得这样其实 就没有什么太克服不了的困难 因为有一个团队是真好的一点 我有一个很好的啦啦队长 是我的财务长 因为他当年就是那99位同仁 跟我一起出来 真的有时候很多 心里一时的苦 是不能跟人家讲 那 我都会去财务长办公室 他永远是我的 Cheer Leader 就这样 他就会 他就永远是阳光 阳光财务 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 同伴们 同事们 是我很大的福报啦 但我觉得这也是 我有努力去 我讲营造也好 我有努力去创造 但我说不出我做了什么 就是 你会从认识一个人开始 你会 你会知道我们大家的 尤其是我想我们比较容易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同意这个趋势 看到这个趋势 愿意割舍掉这个公司的名分 然后来这里 所以大家其实都有一个共同 要创造这个 这个心 所以在这个路上 这十年我觉得 很幸运有他们 所以Emily也蛮特别的 从宏记被丢出来去做伪创 伪创再被丢出来去做伪影 然后都不回头 拜拜 然后这个也是非常乐观 因为你本人算是很乐观 如果有些人可能会很担心 我放弃伪创 好不容易做得很好 又要出来创业 所以在这过程中 有一些人 中间会有些人来来去去 所以我们那时候 也是需要添加一些功能 我们刚开始没有那么多功能 所以我们也会回去伪创 开始看有没有人愿意过来 那通常都是这样 我不会去要第一把手 我会找第二把手 但是如果有人很在意 他在那里已经到了那个职位 他舍不得放弃 我就会说 我心里就会觉得他不适合 对 你没有创业家精神 对 你如果还舍不得眷恋那个位置 你就不适合 我就不会遗憾说 我为什么没有他 我不会去说服他 我会找一个 跑来跟我说 我觉得这事情好有趣 我也想去试试看 对 虽然我现在薪水可能比较低 公司比较小 大家都没听过的 草创的 就是后来 当然后来来找我 我们已经还不错了 大部分的人 包括我的现在的CIO 包括我的采购的大主管 他们每个人都是觉得 哇 这个机会 我很想 对 他们都觉得 我想要take a risk 我想要 把握这个opportunity 那我觉得这样的人 我觉得我在 除了带99个人出来 那时候有点指定了 就地政法 其他后来渐渐加入一些人 大概这个是我 判断这个人 适不适合最大的 quietary 你愿不愿意冒一个险 take 你愿不愿意相信 这个是可以做的事 第二个 你愿不愿意做一件 全新的事 然后你愿不愿意 校长兼壮中 什么都要做 那你愿意take the risk 你就适合 我觉得 这样去看人 会让这公司 整体的人都长得 比较是这个样貌 对 那去练职位啊什么 我就觉得那你就不适合 你就不一定要参加 所以我们就回到 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就是领导人的特质 这个就很重要 是不是具备创业家的精神 可以省时度势 看看现在与时俱进 是不是有新的机会 那我们也希望Emily 不要再有第三次 再被丢出来 虽然如果还有 伪创伪影 我应该斜杠一下 对不对 我应该去开个民宿 那我们今天呢 跟Emily聊得好愉快 那结尾也很有趣 希望不要再有第三次 被丢出来 再去炒创一个事业的 这个可能 如果有也没关系 因为都是看到新的机会 有永远具备创业家的精神 那我们在今天的 真的非常感谢Emily 摆忙中抽空 来到我们这个 哈佛人物面对面单元 我们感谢Emily 最后我们要补充的 一两句话有吗 谢谢毛利 让我第一次进这个录音间 我觉得很有趣 是 我们的Podcast 听的人很多 也谢谢Emily 再次谢谢Emily 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我们下个礼拜再相会 谢谢 yeah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